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他助攻的是凯恩 传说中的强强对决 却以主队三球大败而告终 这让红魔死忠难以接受 小卢卡斯打进热刺第三球后 主场关战的曼联球迷纷纷退场 过往四个主场 曼联全胜热刺并保持零风 此战却被对手三球羞辱 实在有些难堪 经此一战 曼联新赛季应超仅取得一胜二负的战绩 排名跌至联赛第十三名 是Top6中表现最烂的 在进攻端 曼联一如既往的低迷 于热刺一战 红魔二十三次射门五次打正弹颗粒无收 客队九次射门同样五次打正弹命中三球 在进攻效率上完保主队 前场得势不得分只是一方面 曼联的后防线也出现了大问题 上级金手套德赫亚 威风不在 新赛季三场比赛全部都有失球 红魔进四球却狂丢棋球 竟胜球位三 魏内英超二十只球队中的倒数第四 新赛季应超刚刚开打 志在争冠的曼联已失到两连败 穆里尼奥赛后势必又会遭到英梅的口诛比伐 但鸟叔不因为红魔的惨淡开局背锅 据劲爆透露 鸟叔在下窗一直在督促曼联引进后卫夯师防线 但俱乐部高层根本没把他的建议当回事 鸟叔想要买进热刺的阿尔德雷尔德霍丹尼罗斯 但曼联根本没有对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提出报价 而莫里尼奥看重的莱斯特城后卫马奎尔 也被CEO伍德沃德一口回绝 曼联不会被一名28岁的后卫付出5000万英镑以上的转汇费用 看到曼联后防线被打成筛死 三场比赛竟吞气弹 不知当初无视鸟叔建议我行我素的伍德沃德 是不是会有那么一丢丢后悔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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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